品味一部电影走进一种人生 欢迎收看电影叮咚叮 这个文弱的书生一头扎进水里 转眼之间 他就来到了一处仙境 再一转眼又受回水中 却盼若两人 一天一身落魄打扮的书生 正走在回家的小路上 他名叫修园 手里捧着一本书正用功地读着 可是刚才还勤工万里 转眼间天空中就呼吟密布 刮起大风 就在这时 天空中一条巨龙飞上而下 跌落在了他的面前 看着眼前这只庞然大雾 修园吓傻了眼 起时拔腿就跑 就在这时 巨龙的魂魄自体内飞出 直逼修园而来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已经回到家中 浑身酸痛的修园起身来到院中 这才在书童的口中得知 他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 只是却无论如何 也记不起三天前所发生的事情 书童却提醒道 今年的科考大事不要再忘了 他这才想起来 进京赶考的事情 于是赶紧收拾行装 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程 一路走来 修园途经一个小镇 就看见路边的一算命 先上摊钱 委婉了人 于是立刻解决人群 想要先上算上一挂 今年能否高中 先生一番掐算之后 随口说道 今年你不能高中 修园一听顿时怒上心头 本想讨个惨头 却被触了眉头 记得转身要走 三明先生连忙又说道 天机不可泄露 你的机缘不再功名 随后就故弄玄虚的 闭口不言 修园只当他是胡邹 便转身离开 这时忽然人群中一阵骚动 然后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就与修园擦身而过 紧接着只见一个 名叫小美的捉妖狮 飞身追了过来 白手一根红丝线 就将小女孩困住 修园可怜孩子心中不忍 于是上前阻拦 使之小女孩一个转身 化作了一只鼠妖 袭击了众人 好在随后赶来的 另一个捉妖狮将其降服 此人正是小美的大师兄 没有抓住妖怪的小美 狠狠地瞪了修园一眼 便离开了 好巧不巧 夜晚修园又在树林里 遇见了前来捉妖的小美 一番寒暄之后 两人算是成了朋友 于是一起来到了 树林中的一家客栈 准备投诉 可是一进客栈 小美就发现 客栈中散发出浓浓的邀请 于是小美立刻来到房中 布起了捉妖大阵 与此同时 疲惫的修园 正打算洗个澡放松一下 谁知转眼间 就来到了一处仙境之中 而且脚下竟然有一条 巨龙有动 惊吓之间 修园失足落入水中 当她再次从水中出来的时候 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浑身充满了能量 转眼间就将客栈之中的 几个妖怪打倒在地 妖怪见识不妙 撒腿就逃得无影无增了 小美自房中走出 看着狼藉一片的客栈 纳闷不野 这时身上的捉妖铃 却突然急速震动 以为修园也是妖怪 于是立刻和她打斗在了一起 打斗之中 小美将修园引入了 事先不好的捉妖阵中 只是有神龙复生的修园 瞬间就将大阵破除 可就在这时 修园却忽然一个哈欠 停止了打斗 一脸懵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她只记得洗澡之前的事情 其他的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只是小美却在此时发现了 修园身上隐隐出现了 奇怪的鳞片痕迹 想到了一个办法 既然和水有关 那就再试一次 不由分说 一把就将修园暗入水中 果不其然 神龙再服侍 小美这才得知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神龙是 亲身湖中一只 修炼千年有余的神骄 这天眼看即将 由骄化龙之始 却不幸遭人暗算 跌入凡间 不得已 才附身于书生修园 唯有与灵珠融合 才能脱离修园的身体 只是与修园身体的结合 只能维持一炷香的时间 小美这时突然想到了 他们的镇妖阁中 正好存放着一枚灵珠 只要拿到灵珠 神龙便可脱身升天了 于是两人上店 明天就启程寻找灵珠 只是到了夜晚 躺在床上的修园 突然想起来了 上京赶口的事情 于是便颤着夜色 偷偷溜走 赶往了京城 路途之中修园来到了一条河边休息 突然间 大师兄寻着神龙巨大妖气 找来了这里 修园一看不妙 立刻跳入河中 瞬间神龙附体飞出河面 让人就缠斗在了一起 一番激烈打斗之中 神龙认出大师兄 就是暗算他的人 原来小美的大师兄 为了能够快速成为 降龙大师 背着师尊 偷偷吸食妖怪的惊奇 于是便在神骄化龙之时偷袭 准备吸食神龙的亲戚 仇人相见 奋为眼红 就在两人对抗之间 一炷香的功夫已到 神龙之力再次枯竭 就被打倒在地 千军一发之际 小美赶来将神龙救下 脱身而去 躲过一截 最终在小美的带领下 他们终于来到了 安放灵珠的镇妖阁 一番寻找之后 两人拿到了灵珠 就在他们刚要离开之时 镇守妖阁的守卫们 却发现了他们 于是立刻将两人团团围住 对方人都示众 很快两人就败下阵来 这时修园集中生智 拿起一盆美酒浇在了脸上 蛟龙再次复身 守卫们启示蛟龙的对手 一阵狂轰乱炸 纷纷打倒 事不迟疑 神龙魂魄立刻自修园体内而出 与灵珠结合在了一起 只要放入水中 便可化为真正的神龙 就在关键的时刻 大师兄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将盛水的大缸打碎 没有了水的强猪 神龙再也不可能化身而出了 失去法力的修园和小美 不敌大师兄几招 就被打翻在地 眼看两人即将惨遭毒手 灵珠中的蛟龙传音于修园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吞下灵珠 与他合二为一 才能拯救大家 不假思索 修园一口就将灵珠吞下 瞬间他又来到了 多次出现的幻境之中 只见一条白龙自水中缓缓而出 围绕着修园不停地旋转 白光一闪 与他合二为一 修园就身着一身白色道袍 出现在了镇妖阁中 原来修园已化身降龙大师 这时面前的大师兄也黑化 堕入魔道 一场终极大战在所难免 两人各自使出了大招 打斗在了一起 只见镇妖阁中一黑一白 两只神兽现身 只是化身降龙大师的修园 现在攻力远在大师兄之上 渐渐白龙战军上风 大师兄被打倒在地 终于结束了这场战斗 一切归于平静 角美来到降龙大师面前问道 你是书生还是小白龙 你还记得吗 而行龙大师却两眼卑鄙 淡淡地回答道 谁也不是 故事到此结束